為何你有很多競選期間的承諾 都一一令市民落空 尤其是第一、二年能夠建公屋三萬五千個 還有種種的承諾 你究竟當時開出的承諾是用來騙市民 還是你當時亂說 總而言之競選就先說 自從上任之後已經有一系列的舉措 亦都實踐了我政綱裏面不少的主張 我在施政報告那裏還提出第二五年時期的 至少十萬個公屋的落成量 這不是將波交給下一屆政府 因為要在2017、18、19、落成 和後面那兩年落成那十萬個單位 一定要我們一屆政府開始做事 找到這些地盤 究竟政府整體對全民退休保障的態度是怎樣 中央政策組過去多年做了很多退休保障的研究 但是隻字不公開 請問政府是否有難言之隱 我希望社會人士能夠用不同的角度 去和政府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至於中央政策組所做的研究報告 我自己都沒有接觸到 我回去會跟進的 我想問問行政長官 你同不同意現在無線和亞視之間 實實在在是已經出現了一台獨大的情況 而亦都有有形有實的壟斷 你同不同意有新的免費電視台 讓香港人選擇 我維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 至於剛才毛孟靜議員說的那個申請 現在進入司法程序 毛孟靜議員知道有官車正在打 所以我不應該就這件事公開發表意見